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一章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众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女中心的人 愿因为平安 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愿重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祂在基督里曾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 因为祂从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满有爱心 祂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道称赞 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白白刺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旧熟 过犯得以赦免 这事照祂丰富的恩典 匆匆足足地赏给我们的 祂以诸般的智慧聪明 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 使我们知道祂子意的傲備 要照着所安排的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使天上 地上 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以行万事的上帝 照着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 为要使我们 这些首先把希望寄托在基督里的人 众赞祂的荣耀 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你们也信了祂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恩计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值得上帝的子民得救赎 使祂的荣耀得道清赞 因此 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 对中星徒有爱心 就不绝地为你们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荣耀的父 把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刺给你们 使你们真正认识祂 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祂呼召你们来得的子望是什么 祂在圣徒中所得荣耀的基业是何等封城 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是照祂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这大能曾运行在基督身上 使祂从死人中复活 又使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越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权能的 统治的 和一切有名号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越了 上帝使万有伏在祂的脚下 又使祂为了教会作万有之手 教会是祂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以忽所书第二章 从前 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 那时 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 随从今世的风俗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 就是现今在背翼的人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当中 方中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念去做 和别人一样 生来就是该受懲罚的人 然而 上帝有丰富的怜悯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减在我们因过犯而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可见你们得救涉本福恩 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女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为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女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 你们得救涉本福恩 也恩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上帝所施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挂 我们是他所造之物 在基督耶稣女创造的 为要使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 所以 你们要记得 从前你们安育体是爱帮人 是没受割礼的 这名字是哪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 要记得那时候 你们与基督无关 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 在所应许的药上是局外人 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女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以亲近了 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 使双方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夹着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 废掉那既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使两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促成了和平 既在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 就值者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 与上帝和好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帮你们远处的人 也传和平帮那些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双方借着他 在同一位圣灵女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是外人或旅客 是与圣徒同国 是上帝家旅的人了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臼 漸漸成为在主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忽所书 第三章 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爱帮人作了基督耶稣囚徒的 替你们祈祷 上边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 把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读了 就会知道我深深了解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人知道 将如今借着圣灵向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 一样 就是爱帮人在基督耶稣女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治 同为一体 同为蒙英许的人 我作了这福音的奥秘 是照着上帝的恩赐 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虽然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他还赐我这恩典 让我把基督那插不透的丰富 全给爱帮人 由始众人都明白 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在 创造万物之上帝女的奥秘 为要在现今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 这事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女 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拒 满有自信地进到上帝面前 所以我求你们 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只完善你们的光荣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失 天上地上的国家 都是从他得命的 为要他按着他封城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使你们内心的力量 刚强起来 又要他使基督恩像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使你们记在爱中生根纳基 能够和终生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 阔 高 深 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 所能策度的 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风声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女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门 以忽所书第四章 我为主作囚徒的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照相称 凡事要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欢容 以和平彼此联系 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位 正如你们蒙照 是为同有一个指望而蒙照 一主 一信 一洗 一上帝 就是万人之父 超越万有之上 贯通万有 在万有之中 我们每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 给每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努力了俘虏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记说他升上 岂不是指他曾降到地底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高升远超越诸天之上的 为要充满万有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者和教师 为要装备圣徒 做事奉的工作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信仰上 同归于一 认识上帝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完全掌成的新量 这样 我们不再作小孩子 重要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邪说之风遥动 飘来飘去 我们反而要用爱心说成实话 各方面向着基督掌进 连于元首基督 靠着他全身都连接得紧臭 百折各案各绩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使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且在主女正重地说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在障碍帮人 传虚妄的心而活 他们心地分媒 因自己无知 心里个硬而与上帝 所刺的生命隔绝了 既然他们已经麻木 就放纵情欲 贪婪地行种种污蔽的事 但你们从基督学的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因为真理就在耶稣里 你们要脱去从前的行为 脱去救我 这旧我是因私欲的迷惑 而漸漸败坏的 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志更新 并且穿上身我 这身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做的 有从真理来的正直和圣结 所以 你们要弃绝方言 每个人要与伦舍说成实话 因为我们是污为肢体 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偷舍的 不要再偷 总要勤劳 亲手做正当的事 这样才可以把自己有的 分级有缺乏的人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 只要随着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使上帝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救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愤怒 恼恨 恙骂 语谤 和一切的恶毒 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要仁慈相待 全联敏的心 彼此遥述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遥述了你们一样 以忽所书 第五章 所以 作为蒙慈爱的儿女 你们该效法上帝 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捨了自己 当作轻香的贡物和祭物献给上帝 至于淫乱和一切污蔚 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 淫词 妄语 和粗俗的赵皮话都不合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要确实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蔚的 是贪心的 贪心的就是拜偶像的 在基督和上帝的国女都得不到基业 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骗了 因这些事 上帝的愤怒 便临到那些背义的人 所以 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是暗霉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义 诚实 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会无益的事 不可参与 都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 因为 他们暗中所做的 就算连提起来都是可耻的 凡被光所照明的都显露出来 因为使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罢 要从死人中复活 基督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无知的人 要像智慧的人 要把握时机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要被圣灵充满 要用诗篇 赞美诗 灵歌彼此对说 好唱心和地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尚尚感谢父上帝 要传敬为基督的心彼此信服 作妻子的 你们要信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信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信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是信服丈夫 作丈夫的 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写己 以水值着度把教会洗净 使他成为圣洁 好献给自己 作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咒文等类的缺陷 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应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 总是保养爱色 正像基督代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傲備 而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 你们每个人都要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要敬重他的丈夫 以忽所书第六章 作儿女的 你们要在主女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再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戒命 作父亲的 你们不要激怒儿女 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戒 养育他们 作仆人的 你们要惧怕战经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育身的主人 好象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 象仅是土人的喜欢 而是作基督的福人 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 甘心服侍 好象服侍主 不象服侍人 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或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做的 从主得到赏赐 作主人的 你们代仆人也是一样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 他并不偏代人 最后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 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的争战 并不是对抗熟血气的人 而是对抗哪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 所以 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仇敌 并且完成了一切后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 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促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借空 又用和平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 要拿信德当作盾牌 用来撲面那恶者一切烧着的箭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要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讨告祈求 并要为此景省不倦 为终生徒祈求 也要为我祈求 让我有口才 能放胆开口说明福音的傲辟 我为这福音的傲辟 作了带所念的使者 让我能照着当尽的本分 放胆宣讲 今有亲爱 忠心服侍主的弟兄推基鼓 为了你们也明白我的事情和我的境况 他会让你们知道一切的事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 又让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慈爱、信心 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给弟兄们 愿所有恒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感谢您的词